台湾国产火箭飞鼠一号因为土地使用与相关程序问题掀起轩然大波 经上个月试射临时喊咖后 4号在立法院再度引起立委与科技部长的唇枪舌战 据传失败的原因是四具引擎的其中之一 巨燃料软管的爆裂 如果这个爆裂它继续发射的话 原本它是垂直发射的火箭 它会变成水平发射 而当时这么多围观的人谁要负责 违法使用土地还能够让它继续火箭发射吗 我们已经行文跟他讲说你绝对不可以违法 他已经违法了3月13号他还要再试射 你同意吗 上次也跟委员说明说 你同意吗部长 你只要回答我你同意不同意 他3月13号还要再试射你同意吗 当然我不同意 好谢谢 立委高金素媒不但追问科技部长 是否同意科技公司在违法使用土地的状况下 进行下次试射 最后科技部长松口说出 当然不同意 而同样直询南田火箭案 还有这位第一次站上直询台的立委吴立华 如果认为它不安全 我们就要有法可管 所以我很希望 如果有一个太空事业的什么办法 我希望我们可以赶快催生出来 也许主管机关未来是经济部交通部我不知道 但是还没有生父生母不祥的时候 我想科技部就是奶妈奶娘 那就有义务要来催生这样的东西 我们一起来合作努力好不好 吴立华拿出过去无人载具 科技创新实验条例的立法 指出规范这样新新产业的法案 从立委提案到当年底就快速三读通过 要求科技部比较办理 催生火箭相关法案 原市新闻喜顾布拉路亚立法院采访报道